謝謝主席 不好意思 麻煩有請林次長 好 林次長 委員好 林次長你好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在處理有關於建立軍委員 有很多委員提案 要處理有關於 103年維調課綱的時候 在委員的發言當中 某一位立法委員 他說 103年維調的課綱 他的法律性質是依照行政程序法159條 第一項第二款 所謂的行政規則 這個是教育部的立場嗎 問題聽不聽得懂 再一次 你們103年維調的課綱 性質是行政規則還是法規命令 那個教育部其他的人上來幫次長 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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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解釋的依據是什麼 憑什麼說是行政規則 跟委員報告一下 關於課綱的性質這部分 首先跟委員說明的部分就是 其實高等高級中等教育法在102年修正 制定公佈的時候 曾經針對這個43條就是有關課綱定定的依據 跟他如何審議進行過討論 那當初行政院的版本送到立法院的時候 針對第一項關於課綱定定的依據 你們103年制定的這個課綱的法人基礎是什麼 是你剛剛講的那個法律嗎 先跟 是嗎 就是要跟告訴委員說 在那個時候立法院討論過 43條第一項關於課綱的訂定 並沒有提升到法規命令的位階 可是第二項關於課審會的運作跟組成的部分 那立法院這邊明確的授權他訂定法規命令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嘛 你們103年的那個課綱的法規依據 你現在跟我說這是行政規則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全制第66號裁定 2015年7月29號做出來的 該課程抗藥的規制效率 不是只有發佈的時候發生一次性的效率 適合於高學中學任教就讀的不配定教師 等等等 合租上開規定及說明 相對的依高級中學法第八條 第二項授權所訂定的矽正高中課綱因署法規命令 這個行政法院的見解看過沒有 跟委員報告 關於去年那個高等行政法院的那個裁定 他是針對要人民申請課綱的提示 我知道他申請什麼嘛 他在裁定理由當中 不是針對高級中學法第八條第二項授權所訂的 明確告訴你們的是法規命令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個案子基本上他要討論的不是克剛的性質 我們可以跟提供委員參考 就是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在97年 他分別有五個判決明確的也指出來 關於克剛他的性質是行政規則 你現在要跟我講的是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意見不一致嘛 所以你們現在在2015年8月2號的時候 再一次的說 這是屬於行政程序法第159條 第二項第二款的行政規則 來我們來看一下 2015年8月27號最高行政法院 針對這件事情 他再一次的做出了解釋 原裁定認為屬於法規命令 以詳述其理由 今何並無不可 第二個 細則103年高中克剛 禁屬法規命令 縱使相對人指的就是你們 認為他是行政規則發佈 亦不影響其為法規命令之性質 這個最高行政法院的裁定 看過沒有 看過沒有 基本上因為這個問題 他基本上他不是在討論克剛的性質 所以我先問你 這個最高行政法院裁定理由當中 白紙黑字寫的這個樣子 你現在是說我在扭曲這個裁定的理由裡面 所做的解釋嗎 你們現在行政部門 你們自己說是行政規則 最高行政法院告訴你們 這個是法規命令 你們還是堅持是行政規則 我現在請教教育部的是 站在教育部的立場裡 法規出現爭議的解釋權 是在行政機關還是在法院 個案的審議才會爭執會到法院 那究竟克剛是行政規則還是法規命令 這涉及到立法權跟行政權之間權限的劃分 那剛剛 兩個機構有爭執的話 要司法權來做裁判有錯嗎 這個在去年的 最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您說了非常清楚了 因為柯剛的爭議是屬於 這個 柯剛怎麼修正的問題 他基於權力分立的原則 他無法在個案做出一個 停止執行的一個裁定 我現在在跟你講的是這個 最高行政法院的裁定 你又給我扯回去 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定 我現在問題很具體啦 最高行政法院已經表示了這樣的法律見解 你們的教育部繼續堅持 你這是行政規則 你的意思是 教育部在針對這個是法國命令 還是行政規則 你們的解釋 你們的解釋權是專屬的 沒有任何人能夠挑戰 立法院也不能挑戰 最高行政法院講的你們也不算 只有行政機關對於他的法律性質 所做的定性說了就算 這是你們對於美國憲法權力分立 你們所抱持的態度嗎 跟委員說明喔 自從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後 凡是沒有法律授權的話 基本上行政機關不會訂定法規命令 所以跟委員剛剛跟委員報告的是說 在102年高級中等教育法討論的時候 就沒有把課綱把它提升法律未接到法規命令 我現在在跟你講的喔 你不要再跟我扯新的法律了啦 它上面不是已經寫了 非常的清楚 這是依照高級中學法第八條第二項 授權所犧牲的高中課綱因署法規命令 這是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定 你說這只是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定 你好像不太有福氣 最高行政法院再講一次 再告訴你們教育部一次 這是法規命令不是行政規則 你們到今天還堅持說它是行政規則 你們為什麼堅持它是行政規則 因為堅持是行政規則 你們就不用送立法院了嘛 是不是這樣 你們那個違條的課綱有按照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七條送到立法院來嗎 沒有嘛 自從民國二十年開始 課綱其實一直都不是走法規命令的定定程序 所以我再跟你講一次啊 過去我們在成為實質的法治國家以前 行政機關在解釋法律的時候 僭越法院 認為自己愛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 其實這段時期我都知道 我們翻開行政法的教科書 那一段黑暗的歷史 全部都寫在教科書裡 我國今天已經變成憲政民主的國家了 你們的教育部告訴我們全國的學子 講的事情是說 對於法規 對於法規的適用 對於法律 司法權最高行政法院所做出的裁判 你們不理 教育部只要堅持這個是行政規則 就不用送到立法院你們來 一切就是教育部說了算 來 第二個問題 不好意思 那個法治處可能跟你 不過你要留著也可以喔 這個是國立台灣大學 技術移轉利益揭露表填表說明 2015年11月的時候設 二親等以內的親屬必須要迴避 結果你知道國立台灣大學技術移轉利益揭露表 裡面二親等以內的親屬包括 主父母外主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兄嫂弟媳姐夫妹婿 年輕逐離孫子女外孫子女 他裡面為什麼沒有寫子女 為什麼沒有寫子女 為什麼沒有寫子女那時候我不知道 你們要不要去問一下台灣大學 請台灣大學做一個解釋 因為前一陣子中研院 在這個揭露表裡面沒有寫子女嘛 結果被成為整個社會檢討的對象嘛 台灣大學寫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啊 最後亮出表來的是 黃色的有寫 藍色的通通都沒有寫 你們要不要請國立台灣大學解釋一下 他們當初這個揭露表寫的那個東西 聽清楚我的問題 是列舉還是立誓 好 報告委員我們去了解 第二個部分喔 教育部可不可以要求 全國各個大學針對厲害揭露表 他們怎麼定的 做一個完整的收集完整的統計 來看一下我們國家有多少的大學 出現相同的狀況 他們每一個表裡面 到底是列舉還是立誓 有請他們解釋清楚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請 麻糟 您 dengan 谢谢大家